一種體驗 那為什麼我們會給出這種體驗呢 其實是因為這個展覽的狀態 它的氛圍很特別 是因為當你自身在這個展覽的時候 其實你後面就是商場 而且還蠻有趣的是 我們在布展的時候 其實會傳來那個太古菜的味道啊 什麼之類的 或是外面有那個商場的環境音樂 所以它其實本身就是在 在一個喧囂的一個安靜的地方 相對安靜的地方 然後其實展場的條件也算還蠻不錯的 然後我們當中就想說 那既然我們有一個這樣子的空間 那我們要創造出這個空間 有別於其他空間的一個狀態 但是它又不是很生硬 生硬到說好像一下子要進來 接觸到很高深的藝術理論這樣子 對所以它有點我們在白空間盒子的狀態 所以我們把收集這些作品之後 在這裡面進行一些穿插還有布置 希望給出一種情境式的氛圍 然後所以它本身作品 它在原有的敘事的理念 其實相對來說它不是那麼重要 它是經由一種作品跟作品之間的一種混搭 它產生出一種新的一種懸置的空間 對我來說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們在創作作品的時候 其實那個每件作品 它不論是繪畫或者是裝置或是影像 或甚至是觀念作品 像一些文件作品 它其實後面都有一種感性的訴求 那我們是希望把這種感性的東西進行一種串插 好 那 好 那 那我想補充一下就是我們當初在 還有一個背後想要造劇做的一個 我覺得有趣的點是說 因為其實十位藝術家裡面當然就是當中 包含我們三位本身也有提供的作品 那我們也參與部展 可是其實這十位藝術家 扣掉我們三位 甚至是七位藝術家 其實他們自己本身不知道自己的作品的樣貌 會不會怎麼詮釋 那其實在藝術家的 其實古拼藝術家的主體性是蠻強的 它通常會希望自己被放置在一個比較主要的 在視覺上也好 觀看上也好 都是一個非常希望能夠馬上被關注的 比較少就是會有 優佳願意把作品的那一個主題性給讓步出來 然後讓我們重新去詮釋它的作品 那我會覺得其實在創作者本身的內部裡面 這是我們也當初想要去挑戰的東西 就是說 我覺得那個開放是一種有趣的樣貌 可能大概是不同的部分 那我想要再說說一下那個 你叫做你的故 那國故其實是 可能有一種有英文一回 就是把它轉化過來 我們把它虛擬成像是一個原物 那它是一個觀看者 然後它去把所有的作品 以它一種故事的那種說故事的方式把它串連起來 那我想說我們在步展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們現在看這個作品就是很簡單的情境狀況畫在那邊 可是我們可能移動不像是好幾百次 就是說你一進來又有出去 你竟然又有出去 就是要找到一種弄很細微的那個情緒的連結 那我想要再說 你當你們一進來的時候 你們會看到有一個錄像的作品 那它的錄像作品 你會看到就是說 有一支鹿 然後它在攝影棚裡面 可是它的背景呢 又一直在 說得好想聲 欸 嗯 那個 背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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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